我们没有吃东西啊 小小都吃了两个红薯 没有吃东西啊 小姐你吃饭了没有吗 我那小小给你做饭给你吃好吧 我不会在你们这些地方来的 你不会在我们这些地方 你们肯定想害我 害了我们又想害我 哎呀你这样说就就 我就算了 我本来我说实话 我尊重你 你是嫂子姐姐 我说那小小做饭给你吃 你还说不愿意在我们农村吃饭 嫌我们农村粘是不是 还说我会害你吃了我们饭 也下一个住院的是你 你说话你这你觉得有良心吗 你这样说话 你们两个就是害了他 现在想害我 都让我喝水弄东西给我吃 肯定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哎你怎么这样子说话呢 姐姐 哥姐们你们觉得他姐姐 这样说话你们觉得有没有良心 有的打个有没有打个没有 有的打个有没有打个没有 但是东西都是干净的 水也是山泉水 你们城里面的水也是从这里面山里面接去的呀 为什么会生病呢 他为什么会生病 就是你没照顾好他 你从小这么皮实 在这些地方 这些脏兮兮的 来2800个姐妹一起点点赞 分享什么 点点观众 没点观众 你做过任何事情 到你们家 你还对他不好 姐姐我知道 你对他不好 你还找一个人来 一起害他 我真的没有 我知道嫂子是城里人 我是乡下的 但是的话 但是的话 平时的话 我都对嫂子很好的 他想吃什么 我都尽量的让他吃了喝了 对 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点点赞 分享直播去 他如果是吃的好 喝的好 为什么还会生病 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会生病 嫂子姐姐你这样说 那城里面那些人吃的好不好 他们为什么要生病 他为什么要生病 你们两个都是 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你们两个就是合伙 害我妹妹 我怎么叫合伙 害你妹妹 你说这句话 你就我觉得有毛病 什么叫吃 吃的不好 就就要生病 吃的好 就不生病 那城里面的人 每天吃三种 还会吃的好 他为什么要生病啊 跟你说体质问题 每天我们也不是吃鱼呀 什么吃 吃鸡的 为什么他还会生病 你们两个不生病 那就肯定是你们两个 给他弄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哪里不干净吗 他和小小 小小吃什么 嫂子吃什么 可能嫂子吃的好的东西 小小还没吃 你自己不是刚刚也说了吗 吃的一样的 为什么他们吃 我妹妹就 对呀 所以说就是体质问题嘛 小小每天他干农活呀 养了十多头猪 每天这么多活要干 而且我跟你说 还有这么多鸡 你们两个是一伙的 不是一伙的 说实话 嫂子姐姐 我都是把嫂子 当成我自己家人 这样子去看来了 你单家人每一个 每次看你们开直播的时候 都是你们在欺负我妹妹 没有欺负啊 没有欺负 那两千八百一哥姐们 你们觉得我 快点把他哥哥哥哥 你们觉得我和小小 我和小小欺负嫂子了吗 哥姐们 有的打个有 没有打个没有 有吗 哥姐们 一个人也没有 也没说请个人去照顾一下他 我们不用请小小就自己能照顾哈 照顾一天都没在那里 叫照顾吗 肯定呀 肯定今天你在这里吗 想着你那里看一下嘛 我在哦 我在你们就可以不管了 是不是 他是叫在你们这边来 对对对 在这里这里说实话 确实我们确实有有有有一点 这个有有一点过错 好不好 好不好 然后确确实在这里有一点过错 好吧 然后你也不用这么生气嘛 好不好行不行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吗 你觉得那这个事情怎么做吗 我妹妹肯定是在你们这边来 你们两个欺负他 叫他干脏活累活 所以饿着他了 让他生病了 他没有 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还在这里狡辩 你一直都在狡辩 没有狡辩 没有狡辩呀 哥哥姐们 你们说嫂子干了重重火吗 平时有的打个有没有 打个没有 没有干重火 他会生病吗 肯定就是你干了 你们两个和我叫他干的 姐姐 嫂子平时他一点活都不干的 一点活都不干 你怎么好意思说都出口啊 他你们这么弄破烂的地方 他会一点活都不干 他真的什么都不干 你们两个和我叫他不干吗 他真的什么都没干 什么都不干 还去医院 他衣服裤子鞋子都是我洗 头都是我帮他洗的 姐姐 我不相信你们说话的 你们已经把他还去医院了 你们还这样说 你们真的太没良心了 我爸妈一直反对 加在你们这些 这个破地方来 你看 真的是说对了 你们这些地方的人 真的是刁蛮 而且很坏 哎呀 什么叫刁蛮很坏吗 我们真的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哥姐们一起点点赞 分享直播间 点点赞分享直播间 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好吧 然后我们这段时间关系都挺好的 而且丁哥还挺好的 是啊 挺好的 把我妹妹都害去医院了 挺好 你们两个是挺好的 没有害他 哪里 哎 其实我跟你说 嫂子姐姐 嫂子现在用的什么手机啊 啊 化妆品啊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东西啊 还有那个手表 什么 反正带东西都是我跟他买的 确实我把他当家里面的人哈 你也不用这么生气好不好 我们好好 哪有不该给他买吗 那你们这个破地风来了 还不该给他买一点东西 是我买的 CNN位都没有 你要听清楚是我买的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买的 你害了他肯定想买东西 讨好他 什么叫我害了他 我要讨好他 那是以前给他买的 以前给他买的 姐姐老实说 姐姐就是 这些东西的话 很多都是以前丁哥 然后给我买的 然后嫂子他拿去用了 但是的话 我们都是嫂子他如果想 你给他买的 她的东西还给我妹妹用 太恶心了 是你妹妹抢过去的 不用这样说了 刚刚你还说是什么 给我妹妹买的 现在他又说是给她买的 你们太恶心了 哎呀 没有怎么可能吗 怎么可能吗 姐姐你 姐姐你千万不要生气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我这里马上把这些东西 收拾好了过后 我就去医院照顾嫂子 对呀 你跟我一起去吗 不要 我去了 你们这么脏 这么乱的东西 你不要给我带在医院里面去丢 哎 哎 早子姐你喝口水吗 你喝口水吗 行不行 不要 这么脏的东西 不要 你不要生气吗 你看你玻璃都 杯子都弄碎了 你 你不要这么生气吗 你做的好好说吗 为什么把我妹妹弄成那个样子 你不要这么准了 小姐你不要这么凶吗 你看吧 我还要怎么样 我好 你已经算客气的了 还算客气 我跟你倒杯水 你把杯子弄到地上打碎了 我爸我妈妈来你这个地方 看你们这个破样子 我跟你说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我我我倒水 你把杯子都摔坏 你我 你们两个把我妹妹害成这个样子 你们要给我一个交代 哎呀 姐姐真的 我们平时对嫂子都很好的 嫂子想吃什么都尽量满足 就是在经济方面 虽然说 我真的 我说实话 我是理解她 我是理解她 但是嫂子 就是医生说 嫂子你这样子吗 你来来来 你先做嘛 你做一下 死了 你们真的是 太过分了 你们把我妹妹弄在医院 你们还在假惺惺的 在这里喝水 做 真恶心 我让你做一下 我陪你离企 我们一起去医院 是干净的姐姐 都是干净的 你不要 啊 丁哥 你小心扎到脚了 你不要做 坐下来 快点 我想解决的方法 不要在这里 给我一直说这个 说那个的 什么 给她吃鸡吃鸭的 我看都是你们吃了 什么 可能脏活累活都是她干了 我去吃了 所以说她才会生病 在医院里面去的 姐姐 真的 平时脏活累活都是我在干 嫂子 真的 你不要说这么多 你从小就在 我去吃了 小小跟她说 你看 和姐们 你们觉得 我应该对她凶一点吗 我觉得我对她 因为容忍度已经够了 我这么一直的去尊重她 然后去去那样 我觉得我是不是 应该对她凶一点 哥姐们 我觉得我对她 容忍度已经到了 临结点了 我给她倒水 把水壁给我打坏 然后 然后我跟她端凳子坐 她直接把凳子给我踢坏了 姐姐 你真的不要生气 我觉得是不是要对她胸里呢 我觉得 这么乱这么 给她脸了 是吧 你为什么还叫她在这里坐 这环境不好 这么环境不好 农村四瞻呀 这些环境太差了 把我妹妹害 确实 你为什么一直帮她说 你为什么一直帮她说 她是你什么人 我是她朋友 我跟你说农村现在四瞻 现在她小小的哥哥 不是在努力挣钱买房子吗 现在粘乱只是暂时的而已 她和你什么关系 为什么一直帮着你 为什么在这个家欺负我妹妹 没有欺负你妹妹 哪有欺负你妹妹嘛 对不对 现在粘乱农村就是这个样子的 她哥哥也在努力了挣钱 然后就要买房子了 你只是暂时的吗 小子姐你不要这么凶吗 为什么你哥哥叫回来 她是什么人 一直在这里 在这里管你们家的事 为什么 谢谢 我是她的朋友 我才会管 如果说我是波士人 我都不会管 黑心的朋友 什么朋友 哎呀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我成了狗牙女动兵了 真的 哥姐妹对吗 对了打个对子 对了打个对子 要不然这样吧 我再去跟我哥哥打个电话 快一点 你叫她明天就回来 你们两个都在这里合谋 把我妹妹害得去医院了 你再去打一个吧 打一个 你你你你做一下嘛 行不行 你不要跟我说话 你是什么人 你是这么家的什么人 我不跟你 我不跟你说话 我不跟你说话 他说我不配跟他说话 你说不配又不配啊 他不跟我说话 他说我不配给他说话 哥姐妹 他说我不配跟他说话 哥姐妹你们觉得小丁 是不是应该对他凶一点 我觉得我觉得我已经够忍耐他了 我觉得对不对 因为我说实话 我一直好好的跟他说话 他说我不配跟他说话 他说话 我看我看他说话